柯文哲每一句話 都扎在侯友宜的心上面 扎得好聲好聲 他提了兩件事 一個在講韓國瑜 一個在講嗶嗶停我 這兩件事情 郭台銘跟韓國瑜 不就是侯友宜心中的痛嗎 為什麼郭台銘今天會連署 今天說郭守正跑出國 然後搞到整個台灣 這麼多幫他連署的人被收押 會跟就理就是5月17號 當天國民黨提名侯友宜 整個的制度跟內容 讓郭台銘不開心 所以這當然是侯友宜心中的痛 第二個痛韓國瑜 你每天你看到韓國瑜 在這一場選戰當中 把所有挺侯友宜的態勢做足 但是他的金句不斷的狀況底下 每一件事情 都是讓侯友宜很難堪 當你講說你的支持者男生 都是社會縣總大 當你說女生都是更年期 旁邊站著侯友宜跟篤秀燕 這不是很尷尬嗎 我看了都尷尬了 然後現在所有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只要在政論節目遇到同台 只要超過四十歲五十歲以上男性 就會被問說你是不是社會縣總的 對 就會被問 所以這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韓國瑜其實 侯友宜很麻煩嘛 對於侯友宜來講 韓國瑜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可是你又必須要掙取到他的支持 柯文哲就故意提嘛 我回來講 柯文哲昨天整個辦公室 連續釋放出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叫做 三份民調免壓侯友宜 第二個訊息是 夜奔郭台銘家 柯文哲他們現在當然講說 沒有我們也常跟郭台銘見面啊 可是之前有見到像昨天這麼高調嗎 媒體都知道 而且這個訊息是 就算不是公開發新聞稿 我剛剛都有拍喔 SNG車在樓下嘛 全世界都知道 媒體都知道 柯文哲要去找郭台銘 搞到如此高調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認為昨天這兩點 其實就是 柯文哲給國民黨的 公開分手信 朱立倫之前講說 我們藍白盒啊 那個車子啊 火車還沒過站 經過一個多禮拜啊 我覺得從火車沒過站 到現在是末班車已經開了 末班車就開走了啊 你接下去要怎麼搞 所以今天柯文哲拿出了這個民調 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要告訴還支持藍白盒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還支持藍白盒的人 要支持我柯文哲當政的 而侯友宇當副的 或不要有侯友宇 像今天我遇到那個蔡振元嘛 還在鼓吹說 一定要柯侯佩 努力的柯侯佩 我說真的喔 這一些支持柯文哲當政的好朋友 尤其是國民黨籍的 像蔡振元 前委員 我覺得 我搞不懂他們在 害侯友宇還是幫侯友宇 他當然沒有支持侯友宇選 可是他的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如果啦 我就要這樣講 侯友宇今天是總統參選的選到底 選輸了 回到新北市 我認為依現在新北市的氛圍 我們在地當議員 罷免侯友宇的氛圍 還沒有很強 大家對於侯友宇回來當市長 還是希望他好好來顧新北市 我們在各地的造勢場合 座談會 去幫立委 只要在新北市的 我們現在都會喊 侯友宇 做市長 然後大家就喊 然後我們就喊很開心 然後我就說 我左安庭這一輩子 沒有這麼認真支持過侯友宇當市長 然後全場就會笑翻嘛 然後就那個現場的所有的鄉親就喊 侯友宇做市長 就代表說大家還沒有想罷免他 當然乃宇我們想一個狀況 如果今天侯友宇 跑去當柯文哲的副首 副總統參選人 天啊 你落跑新北市長 當一個副總統參選人 如果這件事情 當選就去當他副總統 如果落選 侯友宇我認為回到新北市 會被罷免的機率 直接飆升飆高 因為你怎麼可能新北市民 可以容忍說 我一個新北市長不干 結果跑去當一個副總統參選人 還選輸 新北市民會覺得丟臉嘛 所以好講結論 柯文哲今天遞出了 藍白破局的分手性 那國民黨呢 你看林濤的講法就很特別嘛 林濤說你們民眾黨裡面 有很多主戰派的 不要誤導柯文哲 我說真的這一句話 你們林濤聽他講話 要聽第二層的含義 林濤講這句話的意思是 代表朱立倫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已經釋出善意囉 是你們主戰派喔 在裡面惡搞喔 有一天合不成 也不是我國民黨的責任 所以現在看起來比較像是 兩邊都已經知道分手是事實 只是不要讓社會大眾怪罪我 藍的這樣搞 白的也這樣搞